好呢 市场 我们看到了 没有想到在亚马逊流域里面 出现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女儿国 而这个女儿国没有任何男性 她们等于说去别的地方抢 但是如果你想进来 必杀无疑 而在例子上 大家能来想象 杀人最多的居然是环飞燕兽的赵飞燕 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非常火红的文章 火红文章的名字叫做 掌上可恶赵飞燕 风雨淫润赵和德 他们两个才是最可怕的女人 为什么 对 在中国历史上 赵飞燕跟赵和德两姐妹 两姐妹她们说是后宫里面 极其美丽 极其漂亮 比王昭君还要漂亮的一对姐姐妹花 对 中国四大美女 其实讲赵飞燕 她的排名是非常前面 但是她们心又是几乎是 最坏的 蛇蝎美女 就是她们两个 你知道当时在西岸 中国最美丽的女人 最邪恶的女人 是赵飞燕跟赵和德 对 有人把赵飞燕排名在什么 传说中的貂蝉之上 你可以想象说这样的一个美女 比貂蝉还美丽 对 那赵飞燕她美是美在什么 一个地方 你知道赵飞燕她从小在长安长大 那其实她爸爸是一个一个该怎么讲 是一个公公官府 官府里面的一个奴隶而已 一个奴仆而已 所以出身很不好 奴仆可以当到皇后 那出身很不好 后来她父亲生下她又想重男生女的时代 又养不活 干脆家里这么困难 干脆把她丢了 就丢到野外 丢了三天 没想到过三天又去看 还活的 还活的 想这个孩子病很大 就把她捡回来 就开始养 养大了以后送她到一个叫杨娥公主的那边 也是当一个公 当一个公女 当一个奴仆 当一个奴仆 那她看杨娥公主也会跳舞 赵飞燕就跟她协舞 但赵飞燕这时候展现惊人的天赋 什么样惊人天赋 因为她本身身材非常谦细 非常谦细 对 非常谦细 她跳舞有她的天赋 所以她开始协舞的时候 一协就会 一协就会 而且舞姿非常曼妙 非常漂亮 连她都跳舞 学到后来她连走路的姿势 都是像跳舞一样的那种舞姿在走路 那后来又是汉成帝去杨娥公主家去看的时候 去看到赵飞燕 想这个女孩子很好漂亮 就把她纳入后宫 所以她一进后宫 那不得了 后来专散十年的重信 重信 汉成帝重信她十年 为什么 或是文学家喜欢形容赵飞燕说 她是一个可以在掌上跳舞的一个女人 所以掌上可舞赵飞燕 对 她是真的很生太 其实她很轻盈的一个女人 很谦细轻盈的一个女人 但其实她很 汉成帝被她迷惑 人家说着迷于她 还有一个是 人家说女人最大武器是 罗群是水 攻坚强者莫知人圣 就是水 赵飞燕就知道 史书你知道她形容赵飞燕 看到汉成帝的 汉成帝当时照她进攻要重信她的时候 等了三天三夜 赵飞燕就 赵飞燕是看到汉成帝的时候紧张 不晓得装得还真的 然后紧张的双手握拳 然后一直发抖 一直发抖 然后脸侧一旁 那个眼泪就从这个 眼角这边流下来 一直流到脖子这边 会害怕 是 汉成帝说这个才是女人 所以她又看到了皇上就不断的发抖 发抖还流下泪来 对 所以后来汉成帝就等了三天没有怪他 到三天以后才寻访 但赵飞燕等于说汉成帝一直宠他 宠信了十年 宝杰你知道那赵飞燕进攻之后 后来他等于说汉成帝专散 宠散他十年 宠信他十年 十年后来赵飞燕甚至还引进他妹妹 赵和德 这两个女人在中国例子上 可以说是最美丽的女人 可是下手也是最狠毒的女人 最美又最狠的 对 他们两个人 汉成帝被他们迷得七分八数 汉成帝只要他们两个人说的话都算数 甚至汉成帝说 他们告诉汉成帝说 哪一个女人生了你的儿子 但你这样显示你 除了我以外还爱其他的女人 你去杀他给我看 汉成帝百依百顺 你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小孩当场杀掉 对 杀他 他是跟别的女人的小孩 给赵和德赵飞燕看 他们俩为什么这么厉害 对 那这两个人为什么厉害其实在博洋那个知识通信里面有写过一句话说赵和德其实是可以讲我们用白话文讲了就床上第一寄薪 赵和德博洋 对赵飞燕其实也是两个姊妹说法不太一样 当时那个那个史书里面写汉成帝爱上赵飞燕的时候说赵飞燕是一个礼翼之人 为什么懂礼翼 其实讲他罗情是谁 为什么讲他罗情是谁 因为他宠信赵飞燕的当天 把赵飞燕从杨娥公主那边带进宫 带进宫又要宠信他的时候 赵飞燕你知道史书形容他 他看到汉成帝的时候双手握拳 眼睛闭着双手握拳 对蓝女之士一云海拒 然后眼泪从这个眼角这边开始流流流流到脖子向这边流下来 就他对这方面很陌生 又很揉揉 揉揉揉揉 所以汉成帝对这样女人又特别感兴趣 所以被他迷了七分八素 那赵和德不一样 赵和德是赵飞燕的妹妹 所以引进宫 你看那个史书形容说 他们两个一个是黄毁一个燕瘦 赵和德很瘦 所以他可以在掌上跳舞 掌上可舞赵飞燕 那赵和德是骨架很小 又很丰满 听说身材非常好 但是骨架很小 那这个赵和德 他笑起来的时候 他会殷声艳雨 殷声艳雨的一个女人 那这两个女人同时还有一个结果 是为什么 在他们那个肚脊上 肚脊上他们会每天放一颗叫席肌丸 那什么东西 这个席肌丸其实是一种中药做成的席肌丸 中药做成 他放在肚脊这边用人的体温 慢慢慢慢会把它融化 这个席肌丸会滲入这个人的身体里面 会让女孩子的皮肤非常的 他们两本来就很漂亮 颜色本来就白里透红 会让女孩子更为白皙 那个皮肤更白 对白里透红 然后他们皮肤白的似血一样 那这两个女人因为用席肌丸 所以他们一直都没办法生 因为他里面含有色香的成分 用那个就没办法怀孕了 对 你如果男人靠近他 他身上山花一种色香那种味道 很香的味道 但皮肤又好 所以这两个人因为这样付出代价 因为用席肌丸 所以他没办法生 没办法生怎样 他不准别人生 所以就燕酌黄生 对 燕酌黄生的成语 他如果说汉成帝 如果让哪一个女人怀孕 他们就派人拿剁胎药 去给那个女人吃 剁胎了事 那有的人 有的人逃过他们的耳目 汉成帝曾经临姓一个女人叫曹公 曹公被赵和德跟赵慧院 发现的时候已经生下小孩了 生下小孩 赵和德就直接派杀手去杀 母的杀掉 母亲杀掉 这个黄子 黄子本来这个杀手要下手 后来汉成帝一直没有后 所以后来这个杀手才把这个黄子 带走 带子又远离宫廷 不问人间事事 那后来还有一个叫许美女 也是一样 许美女当时汉成帝跟他生了 生了以后赵和德每天吵着汉成帝说 你不是只爱我一个吗 那他现在生了 你如果证明你爱我 那你就杀这个女的给我看 杀这个喜美女 汉成帝就下手杀喜美女 还不打紧 他跟喜美女杀了儿子 等于他的孩子 也杀了 也杀了 两个一起杀 所以你看赵和德跟赵慧院那种手段 那种迷惑皇帝的手段 那是多高 市长很多吧 胡锦惠比成是明臣皇后 但明臣皇后居然是韩国史上最悲惨的一位女性 而且据说她跟袁世凯有一个秘密恋情 对把胡锦惠比成明臣皇后 其实日本媒体制造出来这种假象 明臣皇后其实在韩国人的心目中 其实她是一个铁羊子 不扣的铁羊子 而且韩国人对明臣皇后是非常怀恋的 那我们看电视剧里面 其实有隐藏一段历史 明臣皇后之所以后来可以当家作主 跟一个人有关 跟谁 严世凯 你说明臣皇后最幕后的支持者 就是严世凯 那我们先讲一下 其实明臣皇后她15岁 她其实她那个当 等于当王辉的时候 当时是朝鲜理事王朝第26个国王叫高中 她当王辉嫁过来的时候才15岁 当时刚好是中国的咸丰皇帝当家的时候 当慈禧太后也当皇后的时候 她小慈禧16岁 那这个明臣皇后嫁过来又因为高中年纪小 所以高中的父亲叫大燕君 大燕君在韩国有一个很特别的称号叫大燕君 大燕君说你儿子当皇帝当了国王 但你本身以前不是国王 等于上一任的国王没有生 高中当了皇帝 皇帝和大燕君 但大燕君就设政王 因为孩子还小 他设政 设政他主张锁国封关锁国 但是当时明臣皇后跟高中一直建议说 国家一定要改革开放 所以他就跟大燕君两个冲突 冲突以后明臣皇后她想 那我找日本跟中国当时在韩国里面最强的那个武力 就是严世凯这一支 严世凯当时有怀军在韩国 派出韩国 日本这边也有一支军队在韩国 但是明臣皇后他很厉害 他跟日本人成立了一支叫别纪军 别纪军是韩国第一支现代化的部队 那跟严世凯交好 在两大国之间他交往都不错 但是大燕君跟日本更好 所以后来大燕君好你一直跟我顶着干嘛 你要改革开放跟我利益冲突 所以大燕君就当时在1882的时候 发动一个叫人武兵变 兵变的时候公入皇宫 把明臣皇后跟高中要抓起来 但明臣皇后当时有逃 逃了以后明臣皇后逃去找谁 找严世凯 严世凯当时是跟吴长庆 吴长庆是怀军的同名 他跟着吴长庆派驻韩国 韩国 严世凯当时才23岁而已 明臣皇后30岁 当时他长得其实很阴俊 他年轻人长得不像后来看起来 这样哀哀胖胖的 当时还长得蛮阴俊的 明臣皇后就请严世凯出兵 把大燕君给赶走 对 把大燕君赶走 结果严世凯只发动了3000兵 竟然一度打进韩国的皇宫 把那个大燕君抓起来斩杀 斩杀以后 这个明臣皇后才知道 严世凯这个军队这么强 才3000人竟然可以攻进皇宫 后来他跟严世凯就 有暧昧 有私情 有献身给严世凯 明臣皇后跟严世凯有私情 对 有私情 但后来为了眼人而目 眼人而目就明臣皇后 因为君臣要跟他往来 但没有中间一个桥梁 他把他自己的妹 明臣皇后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了严世凯 还撇嫁了两个侍女 就是严世凯后来三个朝鲜太太 那他就在严世凯的支撑之下 就一路在政局里面 心涛骇浪 但相对就一直平稳 一直平稳 到1894才 严世凯 因为1894你知道 中日假火战争 严世凯掉回国了 他失去整个一个支撑力量 当时最恨他的就是日本人 因为你寝宗 我日本人一直想吃掉韩国 想执敏韩国 明臣皇后一直在抵抗日本这边 所以日本人等严世凯回国 有日本人就派浪人 跟武装部队冲入皇宫 冲入皇宫把明臣皇后很可怜 当时明臣皇后是皇后 被那个头发被两个日本浪人抓着 踹倒在地上 一直拖 拖到皇宫外面 跟另外一个宫女 两个拖到外面 抓着头拖出去 拖出去以后 那个浪人在明臣皇后身上 用脚踏着 然后用刺刀刺 刺两刀 胸部一刀 腹部一刀 刺了以后明臣皇后没死 没死 明臣皇后没死以后 他们把明臣皇后 泡在那个大水缸 水缸里面是放什么 放油 放油 用油浸浸泡他的那个 等于身体被捅了 很痛 明臣皇后一声不叫 他是真的你 这么强 对 真的是铁阳子 一声不喊 一声不喊 后来日本人看他没办法 看没办法 反正这个女人这么强悍 一定不能留下来 对 后来在油缸里面整个放火烧 烧到明臣皇后 整个变成骨灰 所以明臣皇后 他说火会被烧死的 对 所以明臣皇后现在的淋木里面 并没有他的大体 只有一点 把那骨灰撒在这个池塘里面 还真的挫骨扬灰 对 所以明臣皇后 在韩国里面 他是一个相当强悍 他主导韩国的现代化 主导韩国的一些整个政局 当时高中时代很懦弱 他高中时代政局的稳定 都靠这样的一个女人 尤其他跟日本 他很早就试破日本 想指引韩国 跟日本这样引着干 到后来整个 被日本这样刺杀 就表现出来那种英勇情况 跟普警卫现在相比 真的说韩国人 现在相当怀念这个 明臣皇后的原因在这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